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無論今天發生什麼事 希望各同事細心思考 很明顯是暴風雨欲來的氣氛 剛剛昨天晚上 又發生休班同事公熱被伏擊斬傷 情況會令同事兩個多月來 承受的壓力爆布 在這裏 我必須提醒今日 所有面對暴亂情況的手足 物因為今天一連串 不論是巧合或人為的事件出現 而影響大家兩個多月來的專業表現 冷靜回望 今日另有所圖資人所安排的佈局 目的就是要衝擊我們冷靜的心志 為他們今天設下的種種圈套 來一次大賭局 目的是要大家 踩入他們一組報局套 極盡卑鄙的行政 希望反對派中告徒可以轉換焦點 扭轉失去港人支持聯工一會 居心不言而言 此刻希望提醒所有同事們 今天無論你們面對任何艱苦危險的情況 謹記必須沉著應戰 勿忘以堅定的智慧 冷靜的心態 無比正義的勇氣 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 共同面對今天你們可能經歷前所未有的惡劣情況 時刻必須記住我們有一個信念 香港有很多人支持警隊 我們一定可以令支持我們的市民失望 因為警隊逆離香港的市民是希望 手足募努力加油 不要氣餒 更多精彩見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